大家好,我是Peggy先生 上集完結後,大家有沒有在街上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怎樣跟日本人打招呼 或者約人吃飯 第一句最重要的,我覺得全香港都要懂 就是這句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這個說話其實最原早的意思就是解釋對不起 我過意不去的感覺 坐到餐廳通常第一件事都要拿菜單來看看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句子 首先我們要學會一句叫做 麻煩,要求一些Please的一句說話 日文就是 おねがいします おねがいします 你見到おねがいします入面有一個漢字是什麼 願望的願字 你就知道 其實這句說話是用來拜託別人 求別人要一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一個menu 你可能加起來的時候就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先來剛才第一句 すみません 然後我們可以menu おねがいします menu おねがいします 譬如你要杯茶的 那你就會說 お茶 おねがいします お茶 おねがいします 譬如要杯可樂 コーラ おねがいします 如此類推 但又不知道什麼菜好吃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問他們有沒有必點的食物 即是一些推介的食物 於是我們可以問他們一句 どれがおすすめですか どれがおすすめですか 哪一樣東西是真的你們推介的呢 必點的呢 我男子漢要賣單的 你很好啊 你這個人很好啊 那怎麼辦 OK 於是凡於叫賣單 加上please 但我們剛才說 おねがいします おかいけ おねがいします おかいけ おねがいします 看見那個おかいけ 漢字是什麼 是這個 會計 會計 會計即是 真的算是計數嗎 對 計數 不過 如果如果連我おかいけ 都不想記 你還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一個手勢就可以使用賣單 為什麼 打個拳叉仔 你就知道你要Stop了 但賣完單後就付錢了 難免有一列日本人在門口等著你 然後跟你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你應該感謝他們的招待 如果用日文說的話 有一句叫做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今集差不多了 很多句子要消化 你們以後跟他們說 吃完飯就可以說這個 今集就找日本餐廳試試 我們下星期再見 Jenny Bye Bye